就很紧张 第一次在摄像机面前穿的衣服 而且还不能脱掉 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荣幸的机会 能够你知道吧 当我见到你之后 看到了几年前的自己 就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子 然后就一直很 一看到你的作品我就很喜欢 然后也很想要了解你这样一个人 所以才今天终于见到了 对于我来说也是很激动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之前准备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我们 见到你之后我突然不想聊了 我就想要了解 太官方了 就想要了解你作为一个女孩子 既普通又不普通的一个女孩子的一些故事 不过有可能我们也会涉及到 比如说那种大家所有人都想问的 比如说你挣多少钱 然后你拍了多少部 到底拍的时候有没有高潮 然后拍完了之后还想不想做 就很多粉丝也想问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留到后面 如果有时间我们再 或者有心情我们再来聊 但是我不想要把它当成一个 主线那种 主线 对我觉得主线就是 你看我们今天也穿的也特别不随意 对我们这样的项目 就闺蜜在家 没错 对在家聊天这样子 可能大家也都想问你是怎么样开始进到这一行的 因为我觉得大个女孩 为什么开始 对做Hornstar OK 首先就是这个问题呢 差不多每次我接受类似的采访都会被问 好吧 但是这也是大家最好奇的问题 也是我被问最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 包括你们如果有人看过我上次的采访内容的话 是一篇文字性的报道 你可能也会看到我当时开玩笑的时候 叫不起放肚 但是实际上 如果我去问你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的话 实际上大家可能为了去回答这个问题 可能会临时想一些理由 但是这个理由可能是trigger 但是实际上真正背后的理由可能有很多种 就什么事情它都不会有 只有唯一的一种理由 就好像我问你 为什么当初去开通了微博 你为什么开通了bilibili的账号 实际上你自己可能也说不出来 可能就是你随便 当时本身一直有这个想法 然后某一天某个机会 你想要看某些东西 然后你突然就开通了 实际上我也差不多 就是包括现在很多人 我看到很多人 就是也是相当于是把我的话 当做阅读理解一样来做 然后就是疯狂的 适逐去理解我每句话背后的神异 其实我现在今天也想提前告诉大家 就是不要来杠我 因为不要拿我的话去做阅读理解 因为实际上就像我们小时候 做那些阅读理解一样 你所理解到的东西 可能并不是作者想我跟你说的 作者可能当时就什么也没有想 就只是单纯的有这样一个感受而已 而我回到我们这个问题上来 我当时去做这件事情 当时说交起房租了就是一句玩笑话嘛 然后因为说是这肯定 如果做好的话可以当做一项工作 但是我当时上传视频的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因为我当时也读过一些文章上面说 大概平均来说可能一年才会有 回本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我当时就是想 这东西蛮好玩的 然后自己平时也有这么一个 爱好 对 小情趣嘛 小性癖 然后而且的话 我当时看到有一些 朋友们身边的博主 本身自己做得也很好 我就觉得他们过得蛮自由的 而且也可以跟身边的人 去分享自己的性质 而且总之感觉就是 整体感觉都蛮好的 而且我自己可能觉得 如果做好的话 同时还可以有另一份收入 这感觉好像是 和乐而不为难 然后所以就直接开通了这个账号 然后当时上传第一个视频的时候 那个视频的话 如果大家看过也知道 是一个非常非常日常的视频 就好像 怎么说 就质量也很差吧 然后镜头也在抖 而且还是数屏的这种镜头 当时上传的时候 也没有说期待他有一个很好的反响 但是反响还是很好的 大家都很sweet 然后对我很宽容 然后也有一些很美好的评论 然后这就是我开始的原因 但是你要是非要问我一个真正的原因 或者说你要问我 你是不是从小就立志做一个Postar 像这种 这种话的话 你问我 你说我应该怎么回答呢 我只能说可能 可能之前想过说 做Postar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跟你小时候就会这样想吗 对 我小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会有这种说 如果你有自己 你可以去挑你跟谁上床 然后你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上床 然后平常还愿意花钱 就看你 跟你喜欢的人上床 那你干嘛 不去做呢 就感觉这个事情就好像 和乐而不为的 就感觉好像天上有人要送你钱一样 但是 但是你要问我说 是不是立志 就我一定要做一个Postar 就是我毕生梦想 但这种说法的话 我感觉就属于有点上纲上线 说得太过了 就没有必要把所有事情都弄得很严肃 我实际上只是说 上传到我一个生活的常态而已 就我感觉我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所以那一个视频 其实是你生活中 对 是拍着玩的 然后就把它传上去了 没错 而且里面你应该能够听到 就如果你真的看里面 能够听到我的Postar 当时在跟大家说 新年快乐 是的 然后但是我上传的时候 好像已经是夏天了 所以说是很明显 这就是一个很久很久之前 随手拍着玩的视频 而且后面还有一个背后很有趣的小故事 就是那个视频的话 实际上当时是我们拍完了之后 我们发给另外一个男生 去挑逗他 就逗他玩 然后那个男生 当时看完了之后 也说 I come so quick 对 当时是这样的 所以说当时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当时拍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说 我真的好厉害 我同时让两个人 两个人 拍视频的那个 还有接收视频的那个 对我就觉得很有趣 所以 但是现在的话 我感觉 就是因为我现在有很多视频 在那个捧场上面 所以我可能 可能每一分钟都会有人 在为我而抗 所以 我在想到这个的时候 就感觉 蛮有趣的 他好好讲 还好骄傲 每一分钟就有人为我而抗 所以我感觉 还是挺有趣的 哇 我觉得很有趣的小行李 因为你前面提到说 你第一个视频 其实蛮多 很多评论都是很正面的 那个时候 就 我现在因为看到很多评论 其实是蛮多负面的 是的 尤其是在中文 中文评论 对吧 中文评论 其实到我视频的中文网站 下面的负面评论会很多 对 你能讲一下 这整个的一个心路历程吗 就是 从你一开始 可能受到的是更多鼓励 所以我猜你才继续传 然后传的越来越多 可能就有中国人开始 我发现其实是 整体上是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看大家的评论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历吧 因为 仔细地来想的话 从一开始 当然这也可能是 由于说到了 我自己本身母语是中文 所以有可能对中文的反馈 会更加的敏感 或者更加方便去感受到 对方的 情绪在里面 当然也有可能 因为我本身是中国人 所以说是中国人 会对我 更倾向地对我来说 去留下一个评论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 统计学上的幸存者认识 但是总的来说 我收到的恶评 目前为止 我没有收到过 英文的恶评 就是 如果英文有负面的评价的话 一般实际上 也不是对我的 是对我的难 那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但是中文的评价的话 当然 可以说是一半一半吧 就是也有很多 很好的评价 然后但是也有很多 很负面的评价 就是 目前为止 我收到的恶评 全都是中文的 然后很多人 以各种方面 各种角度 对我进行上纲上线 以及扣帽子的行为 然后 但是 整体上来说 因为 我最开始 还不出名的时候 也没有中国人 来对我进行评论 然后那个时候 全部都是英文评论 就是 差不多都是 很好的评论 所以 当时就是感觉到 大家看我的视频 真的有享受到 就是 真的让我感受到 就是 有人为 为我而舍 或者是女孩子 就是有人 为我而高潮 就这件事情 让我感觉 我很开心 就是而且 我感觉 这也是一种 善行吧 就是一种 一种网上 网上的 对网上的 两月服 没错 是的 而且 感激了多少人 是的没错 然后当时就想要 一直做下去 很有趣 就当 无论是兼职也好 还是怎么样也好 就是把它一直做下去 然后后来 有一些恶评 然后包括 很多人想要 亏探隐私 这种时候 就感觉到 当时第一反应也是 可能自己 真的是要出名了 有那么一个节点吗 就比如说 你传闻哪一个视频之后 或者是哪一个 多长时间之后 你突然觉得 恶评也多了 然后 他是这样的 本事也多了 从恶评 就是当时 第一个节点的话 是 Ponghub Future了 我的第二个视频 OK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 Future之后 主要还是 英文用户比较多 所以说当时 我也没有说到很多恶评 说到恶评开始 是有人 有一个中国人 偷漏我的视频 对 然后虽然说 盗版是最好的宣传 也就是经过它之后 很多人知道了我 当然很多人知道的是 被盗的 那个视频里的我 并且他们 我知道盗版的那些人 他盗版的时候 他会给你打上一些tag 这样的话 他们可能会更好 去卖他们自己的片子 然后呢 可能 包括我从来都没有用过 留学生这个tag 除非有 大概是三天前 我在给自己 为全 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人在假冒我的账号 在中国骗人钱 这个时候 我为了扩大这个话题 然后我用了这个tag 这是我第一次 使用留学生这个tag 除此之外 我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 留学生这个tag 然后但是我知道 但是很多人 知道我都是 知道我是一个留学生 所以说 应该也是 卖片子的那些人 还有盗视频的那些人 去打上了tag 然后当时他们 盗视频的时候 说的是 信赖视频不胜流出 我就觉得 你不胜流出的时候 你会特意看镜头吗 我就在想 我就觉得很有趣 然后但是也是 从那个时候开始 大家开始了解我 然后开始也是 正面和负面的评价 都开始多了起来 中文的评价 但是可能 因为很多人 还是因为看了 这个 他们所看到的 在墙内的一些tag 然后他们觉得 我可能是 像他们所描写的那样 所以对我可能会 上来会有很多 负面评价 或者会问一些 很奇怪的问题 然后 你能指个例子吗 比如说奇怪的问题 就比如说 爱真可惜 早知道 早知道就 不认识 不跟外国人上场好了吧 现在被人把视频 流出去了 然后那时候想发生 反正 对我也看到 有另外一种评论 就是说 你是一个什么专业的演员 并不是留学生 是 然后也有很有趣的人 就是 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 这样 这个样子给中国 中国女人这个tag上是 增添了污点 但是这个话题 我觉得 可能他们对中国女人 这个tag有一些误解吧 他们可能 我觉得这种 如果他们觉得 我给这个中国女人 这个tag上面 增添了一份持股的话 我觉得他们本身 所想要的中国女人的这个概念 也不是中国女性想要的 当然的话 我现在也有接到一些邀请 就是去拍一些 非Porno的 但是会比较Sexual 会有裸体的一些 类似像小电影的 这些的offer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开始拍 所以我现在还不是一个 专业的演员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揣测 他们为什么这样想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 没错 对 因为我是自己想象 其实这是真的是 对于个女生来说 还是蛮勇敢的一件事情 就是首先你要 非常的接纳自己的身体 就比如说包括你的器官 你的一切 因为你的镜头 镜头面前又是很近的那种 没错 你会有不安全感吗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最最开始的时候 像我最早期的视频 是完全没有带装的 但我现在其实也会拍一些 没有带装的视频 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发现国内的话 就哪怕是你朋友圈上传个小视频 也很少 会没有带预警的这种 真的 你黑眼圈好重 你该多休息一下 看这种东西 所以说 怎么说 最开始的话 可能还是会觉得 哇 怎么自己黑眼圈那么重 但是因为整体是视频嘛 视频的话 因为中间有个动作 整体看起来我觉得 虽然黑眼圈重了一点 然后也看起来不像是 就是预警后面的那种 就是蛇睛脸啊 就是那种很尖下巴 或者是大眼睛那种 标准美女的脸 但是感觉很自然 然后我自己感觉 反正很喜欢 而且它对我来说 它是一种生活的记录 就比如说 是我十年之后回过头再看 我当时长那个样子 不是长我预警里那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我现在真的很惊讶 就是你对于黑眼圈 好像在意的比你 比如说pussy 然后我觉得一般女生 可能我自己真的都会觉得 哇如果就是一个特写镜头 在四处 然后那种 我还可以感觉 你好像 你好像 不好意思 我确实没有这种不完全感 真的 对我没有这种不完全感 所以说我就 我当时没有get到 可能你这种问题的意思 那这本身就很有意思 对我真的 我很喜欢我自己的複心 我很喜欢自己的身体 就是包括像很多人会说 你下面怎么那么黑 是不是 日的过了 我就心想 就说 你问我这句话 可能你也没有见过几个女生吧 对 是的 因为像亚洲女生的话 她本身就会有色素沉淀 而且我听说很多女生的话 她因为说到这种judge 就是一种非常 很显然你这个人 没有经过系统的教育 才会有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误解 然后你还用这种误解 去judge女孩子 所以本身就是一种 很恶心的行为 然后我看到很多女生 在上传自己的私处照片的时候 她会把它劈得很粉 真的 就是很粉很粉 但是你是一个亚裔 然后你的铺碎很粉的话 实际上我感觉很奇怪 我感觉会很奇怪 而且实际上我很喜欢那种 Dark Asian Pους vão książ 然后那样的话 我感觉其实很 把就是很野性 对 对 而且就很能 很 eer rider 对 对 很能激发起人的性 我记得之前 有看这种破人 他里面还专门 把它描述成 叫什么生牛肉的那种颜色 没错 是的 是的 没错 对 而且就很自然 很原始的那种颜色 就如果大家都像 巴比娃娃一样 那样实际上 也没有意思了 其实我真的很倾向于 就是说你保留你自己的一些身材 身体特征 这样你才是你嘛 对吧 所以你对于就是自己身体这一部分 听起来就真的特别OK 对对对 因为我也知道就是传统意义上 身材上可能会有一些缺陷啊 可能他们喜欢比较准的 但是我自己是很喜欢我这种 然后我觉得 对啊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些缺陷 是自己建大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就是说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 那你就去看别人嘛 你就去看别的粉粉的嘛 然后反正我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跟喜欢我的人做朋友 就我也很开心对吧 然后你要是不喜欢我 我干嘛还要讨好你 对吧 是是是 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所以所以自己这一部分 其实没有太多 但是我们前面也提到 就是那种负面评价 会有让你特别困扰的时期吗 总体来说 因为我自己心里实际上很清楚 像这种负面评价的话 实际上是非常无聊的一种行为 就是如果这个人心情里面认定了 你这个东西不好 你是没有办法通过一两句话 就去肯认死他的 就去说服他的 你必须 他必须经过很漫长的时期 比如说经过一些教育 或者读一些文学书籍啊之类的 然后他才有可能去渐渐地改变他的观点 而且就算是这样 可能有的人他就是持不同的观点 所以对于像那种实际上持中性的话 他觉得就是井水不犯河水 他不喜欢他就不看就好了 像这种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的可爱的一群人 但是像那种就是我非要踩你脚 而且我不管你说的话对与错 先给你一盆脏水泼过去 把你泼臭再说 但这种人实际上是很无聊的一种行为 他浪费他的时间 然后也浪费别人的时间 就相当于记载摩财 害命的宅满性自杀 然后所以我自己心里知道 我即使对这种负面的评论 会有生成一些负面的情绪的话 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但是我感觉我自己年龄还比较小 我的心理年龄还比较小 所以我当时还是最开始是有受到一些影响的 因为我自己心里知道 跟他们辩论是没有用的一种行为 但是不辩论的话心里又觉得怪委屈的 对 而且他们还有到处就乱说你的话 然后就相当于是 他们说的明明不是真的 但是他们就是恶意去揣测你 然后你有没有办法为自己去一个很好的辩解 因为你辩解的话 他们就会更多的去杠着心的话 然后但是这就变成一场无意义的辩论 但是我之前看奇葩说 我上面说被误解是表达着的宿命 所以说我也在尽可能的去理解 但是我当时确实有一段时间心情会很不好 整个很低迷 然后整个账号的话 也是要靠我的partner 过来去帮我维持一下这种 但是我感觉经历那段时间之后 我整个人调整过来之后 会变得比之前要强大很多 就是可以真正的完全的忽略掉这些内容 所以你能具体讲一下你怎么调整的吗 这就也包括刚才你提到的 就是心态上的一个调整 就是他们跟他们计较 可能最后也是伤得到自己 因为本身的话 心底语就知道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行为 只是说短期的话 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很多道理 但是很多道理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 对吧 然后我只是在尽可能的去 实际上就是实际啊 就是尽可能的去 让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接纳这些 然后相当于是跟自己放个假 然后这段时间工作就稍微放 然后不要那么忙 然后你可以稍微出去 去自然环境里面去散散心之类的 像这些 那所以在你比较低迷的时期 有想过不做了吗 也没有想过 因为其实没有想过不做 因为自己也知道像这种东西的话 就是他们的负面评论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如果你这个人 你真的很火 你有很大影响力的话 无论如何都会有负面评价的 也就是说无论你做什么东西 你到最后 其实我不在这个Poor Industry 我在别的行业 如果我做大了 然后做火了 然后我照样还是会受到很多负面评价的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 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摆脱了一件事情 所以我只能是尽可能去学习 那我就调整自己就好了 对所以也没有想过会去停止这件事情 哇真的 我突然想到一本书的名字叫 《被讨厌的勇气》 我觉得你就超级有 好了我没有看过 没有 但是我觉得就是大概你知道这个书的题目 就是它的书内容本身 就是我们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才去做很多 没错 很多自己想做的事 没错 对就是完全的 如果你完全去根据别人的想法 去调整自己 包括我其实身边有很多朋友 在很久之前遇到一些恋爱上的烦恼 其实让我很心痛 我看感觉整个你的视频风格 就是比较温柔的 没错 比较romantic的这种 对很sweet的那种 是的 这是你自己喜欢的风格 对 而且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视频 实际上是我 我自己最喜欢的那个风格 是所有免费视频当中 播放的最不好的那几个 因为它实际上 那几个视频的话 我拍的相对来说比较 就美吧 就是是浴室的那个视频 对对对 那个可能画面比较美 但是因为就不是很 erotic 就可能让人感觉 就不是很 激起人的性欲 对这种 因为这实际上也是很多 就是分人 对 也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女孩子会比较喜欢这种 但是这种的话 一般来说 它的整体的播放量的话 是没有 是比不上那种 直接上来就 就到最激烈部分的那些 播放量要好的 也是一种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你把它拍的非常美 非常高质量 甚至成本也会很高 但是反而量的话 大家就不是很喜欢看 这个应该也是 Pornhub上的一个生态 对吧 对对对 就不只是我 就很多人都是这样 好像是会要去竞争 往那方面 就是越 越刺激 然后越 一上来就开始 啪啪啪 对对对 你会觉得它会限制 你的创作自由吗 它是这样 因为我现在 主要限制我 创作自由的是 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时间 但是我在想 如果真的有空的话 实际上 就全都是看你自己 有没有时间去做 如果有时间去做的话 你还是可以自己去做 因为那样的话 它也并不是说 这样子完全迈不出去 或者是完全没有销量 没有人去看这样 只是说 大家看的人 可能会相对少一点 就是说 你会针对某些群体 他们会比较喜欢这些 那你会 适当的 就是调整 一方面是 听起来是 一边是大众的期待 一边是自己的一些偏好 会怎么样平衡它 这个样子的话 也是看我个人的时间 就是比如说 如果感到 大家有很多 custom video 像这种定制视频 然后或者说 大家有很强烈的 那种fantasy的意愿 然后我会 就是去比较 照顾一下 大众的口味 然后尤其是 在免费视频里面 但是在付费视频 或者是包括一些 平时日常 比较随意的小广播 像这种 我放在fanclub里面 有一些 那种比较日常的视频 然后或者是我放在 其他的一些平台上 就相当类似于 fanclub这种的 比较私密一点的视频 日常性比较强的这种 我会比较 就是去 拍一些自己喜欢的 或者是很随意的视频 像这种 所以听起来 还是你 还是可以 两边都照顾到 对对对 我肯定会 尽可能两边都照顾到 因为我感觉说 如果我 因为虽然这个是我的小爱好 但是当爱好变成工作的时候 大家都有体会 就是越来越讨厌它 然后我不想让自己去 讨厌性这件事情 我不想 不然会变成性能单 对啊 对啊 然后所以说 我肯定会尽可能去保持 我自己的愉悦在里面 所以说 我肯定会尽可能去照顾 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嗯 那你会有这种 就是工作完了之后 就有所谓的 也不叫完全的性能单 但是就是啊好累啊 就不想做了 或者是生活中就做的少了 会有这样的 会有一点 我感觉大家所有人 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好就好在的话 就是 嗯 它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它也没有把 你的sex advertising 完全的杀掉 这种 大概就是说 因为相当于说 比如说你的需求 是可能一天 一天一次高潮啊 然后但是你 这次已经在 工作里面就得到了 所以说你肯定 你就回家之后 你就不用再去做 这个事情了嘛 就好像是 你在学校把作业做完了 所以就不用做了 对吧 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嗯 那你会 对 那这个 就是在你已经 就开始工作了之后 然后回到家 不开摄像头的时候 会有 现在有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嗯 其实也没有 就跟以前一样啊 然后就是该滋味还是滋味啊 就是还是正常 该玩玩期还是玩玩期啊 像这种 还是正常的啦 嗯 所以我们刚才聊到 有很多粉丝定制的这种 是需要花很多钱 才能定制吗 还是说他们就是留言 然后你看到 嗯 对 他们要花钱定制 像对于像留言这种的话 它实际上 我是属于我看到 它可能有这样的fantasy 然后我可能 如果留言的人数很多的话 我可以考虑照顾一下 然后但是对于 对于比如说 某个粉丝 还有具体的fantasy的话 他想要把它写成一个情节 或者剧本 然后并且真正的想让我 去实现它的话 这种实际上的定制是需要花 嗯 花稍微贵一点的钱 然后大概是 平均价格是两三百刀 这个样子 嗯 对对对 然后但是这种 实际上不是很多 就是它有一个很强烈的 故事情节 对 需求 它才会去定制这个 你现在目前收到过这种定制吗 嗯 其实说到还总 因为我现在已经做了一段时间 所以总数上来说 其实大概还挺多的 大概有 嗯 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 我的差不多所有付费视频 都是定制的视频 也就是说情节都是别人来帮我写的 然后就是他们的一些性幻想 这个样子 然后现在来说 可能大概有十多部 不到二十部 这个样子是定制的 拍这种定制的是什么 什么体验 这种体验 其实也很有趣 因为我发现很多 有很多人的性幻想 其实蛮独切实际的 就是他们觉得可能在幻想里面 那个体式上那样拍出来 可能会很好看 但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就是要么就是很丑 要么就是根本就完整 做不到 做不到 就是人就没有办法扭成那个角度的 同时还做他们想象的那些事情 然后所以说你拍摄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需要一些调整 但是你会尽管能的去 比如说他有一些fetish 他会要求你 比如说他对袜子有fetish 他会想让你穿袜子 然后或者是手套 或者是他对某种情节 或者是他想让你在视频 里面喊他的名字 对 这样 对这种期节都可以定制 然后 那定制的片会公开发吗 还是只发给那个人 会公开发 就除非他定制了那种 就是他加上一个额外选项 你不可以再给 就是发给别人这种 然后但是这种的话 首先他们定完之后 他们是没有版权去卖的 然后他 我 也就是说我没有 我没有版权去卖这个片子 我也没有这个权力去卖这个片子 但是所以我这个选项 就会设计的比较贵 因为 因为就没有办法再重新利用了嘛 所以 目前一直还没有人去选这个 因为我平时 他定制完了之后 他们也会跟我聊天 然后又更好的 让我们知道 他的想法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新幻想 然后这样都可以拍得更好嘛 然后 所以我跟他们 想到就是还要喊他的名字 然后又公开发出来 二枚色 狗蛋 对 差不多是这些 但是如果他们就是觉得真的很尴尬的话 就或者是那个名字真的很private 我就会把这一段咔掉 OK 对对对 还是要保护大家的名字 要不然的话也太空 然后 因为他们会跟我聊天 我会跟他们说 实际上我不太喜欢 也不太建议你去 把这个东西咔掉 让它变成它的一个 exclusive的一个片子 因为这个要的话 第一我也很难再去卖这个片子 然后 第二的话 你又很贵 你又变得很贵 而且就算 我不会把它整个片子卖出来 我有些片段 就是 拍摄的时候 可能会拍一个30秒的额外片段 我这些可能还是会放在线上去 嗯 放到Fan Club啊 或者是这种去 甚至去销售这种 所以我就说很不划算 就让他们不要去选这个 所以你现在的收入来源是 有Fan Club 有这种单 单个的片子 然后还有这种定制的 可能不同的 是的 是这些 然后免费视频的话 实际上 嗯 像通话这种 其实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不多放免费视频 因为 因为剪片子的话 你首先需要很多时间 然后 但是你很难去把这个钱 在免费片子里面 然后赚回来 因为它的话 整个PonHub的话 它虽然很像YouTube 但是它的整个的收入来源是不一样的 就是YouTube上面是全类 全种类的广告都可以投放 所以YouTube的那种流量费会给的比PonHub高很多 因为PonHub的话那边广告费会比YouTube少很多 嗯 所以说它的免费视频流量费就没有那么高 对 嗯 你们方便透露你现在平均可以赚多少吗 每个月 因为这个实际上 嗯 其实也蛮隐私的 OK 但是我可以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博主大概能赚多少 就是像 比如说像大家很熟悉的像 这种 它的话 嗯 我感觉他们 一个月应该会赚到四千刀 嗯 四五千刀这个样子 然后但是 他们已经经营了很长时间了 就是说包括我知道有一些像 就想跟我合作的其他博主 然后像他们实际上 整体上也是经过了大概四五年的时间 可以赚到 像他们可能有三百多个片子 他们的免费视频一个月也才能赚到 两千刀这个样子 嗯 对 就是光靠免费的 光靠免费视频 在PonHub上通过广告流量给的到一样 到两千刀这个样子 嗯 但是它有三百个视频 所以 嗯 然后 付费视频的话 这个纯粹就看你 这个是很不稳定的 看你每个月的话 你的发片 会发生什么样的片子 或者包括 嗯 具体怎么起这个 这个tag呀 甚至 甚至PonHub决定要不要push你呀 这种东西 都是有决定的 嗯 嗯 诶 那 诶 那 听起来 PonHub其实我感觉是一个非常金字塔型的 这种一个品牌 对 就是你真正 真正去赚到那么多钱的只有那么前几个 对 我感觉 对 我感觉所有的品牌都是这样 因为 因为我也有 也有跟其他的就是PonHub博主去聊天 然后 像现在的话 PonHub上面 尤其是白人女生就很饱和了 然后 所以说 它的整体上的 嗯 流量费的话 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是没有那么多了 然后 没有以前那么好赚钱 对于像PonHub上面的人来说 嗯 所以对于你来说 你会觉得自己身为一个亚洲人 对 也算是吃到了一点红利吧 对 然后 但是这个 我也是开玩笑的嘛 我又很担心别人来杠我 所以 我又要补上 补上一句解释 就是说因为 这个东西它就是 嗯 也就是相当于是你风险要收益是 同等收益的嘛 对嘛 然后你要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风险在里面的话 实际上 可能PonHub上面的中国人也不会这么少 然后 如果没有那么少的话 可能 对于我来说 你也就更难在这个平台上去 嗯 很快地展露土角 土角这个样子 嗯 感觉是这样的 对 让我想到一个 一句话就是什么 遇待皇冠必成其中的感觉 是的 没错 没错 对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你刚刚也提到说 嗯 就你自己是一个amateur 就是相当于是主要是在自己 自己业余的拍 然后可能是跟朋友 嗯 信任的人拍一下 所以因为这个跟我们过去了解到的 嗯 关于AV 尤其是日本的产业化的大公司 然后我看过一些纪录片 就是那种 很多个导演 摄像围着 然后 没错 那种感觉非常不一样的事情 对 实际上 它的整体的运作机制是 差很多的 嗯 然后其实 这也就像是 嗯 比如说像YouTube 这种视频网站的兴起 对传统的那种 影视行业啊 会有一定的冲击 就比如说像现在 你低成本可能就可以拍一个 像太子飞数字记这种 然后你的销量又很好 然后你的成本很容易就被cover回来 但是现在的话 你照样拍那种高成本的那种剧的话 你是 你是可以保持稳定一个高水准 但是你的成本也会很高 嗯 所以它的高成本就造成了 它对演员以及所有的人 它会有一个很强的剥削 就是每个人都是成本 就包括大家以为 就包括比如说像我现在和我的partner 拍视频的话 我是不需要支付他们任何费用的 然后但是如果你是厂商 你订购男模特儿的话 也是需要花钱的 就是它的无时无刻都有成本 所以厂 而且厂商的话 它自己形成了一个资本链条 就是说任何行业都是 就比如说你可能是个程序员 你对游戏行业有抱有一定的憧憬 然后你自己开发一个游戏 然后你自己又很快乐 然后你把如果能卖出去的话 你自己也能赚很多钱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游戏公司的话 你只会想尽可能的怎么赚钱 你去剥削你下面的程序员 你想要做的是 你把他们的游戏得过来之后 把程序员开除掉 实际上在那个 Porn Industry也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对于厂商那种的话 他们可能大公司 确实是有一定的保障 可以保障比如说你这个片子 可以稳定的拍出来啊 或者是一个很高水准拍出来 而且一定能赚到钱 但是它的问题也就是 你领到了只是你的工资 至于这个片子到最后 它卖的好不好 跟你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它是 它是一次性相当于买断 对错 它是买断 是的 所以像这种的话 我个人的话 我个人我自己是不太喜欢 因为首先这样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挑一个男伴 然后题材的话 实际上如果你签了合同的话 你如果临时不想拍了 你也没有机会去反悔 但是像我们的话 包括你给了我一个custom video 然后我可能当时觉得OK 但是我后来觉得身体状态不舒服 我不想拍了 我都是可以反悔掉的 对 自由度就会很大 但是我这边的缺点就是 像我自己的账号 我也是经营了很长时间 然后它才渐渐活起来 然后包括现在 它也没有到达一个非常活的程度 但是如果你跟厂商合作的话 你一个月两个月 就可以达到比我活 很多倍的一个程度 真的 他们会投入一些 对 他们会投入很多在你身上 然后去推广 对 所以我想这也是他们的成分之一吧 对 当然 对 很大的成分 但是他们总体上来说 如果你单纯看数字的话 实际上大头的话 模特是拿不到的 当然 对 对 对 那个其他的很多部分成分 然后包括公司要赚钱 是的 公司要赚钱 没错 然后因为他们的这些 比如说你说到的演员成分也大 包括场地 我猜是设备 对 没错 片子来平衡 没错 没错 你有经历吗 就是跟厂商合作的经历 我差点有这样的经历 但是首先大厂的话 他有的时候会有 他可能觉得自己不缺演员 所以他可能对你的态度就比较粗鲁 或者 当然这取决于人了 就是因为我也跟 我跟一些就是经厂和厂商合作的Ponsta 有聊过这些 然后他们说有些人就很 人很好 有些人他就是很粗鲁 所以说他 他也有警告我说 如果你去 你去拍 你打算跟厂商合作的话 你不要去这家公司 你要去那家公司 其实这个就 就有点像你笑着的时候 其实你的学姐说 说那个公司会比较好 但这些东西都是 有点像随机了 然后但是整体上来说 我有过一次就是拍摄之后 我没有要版权的这种行为 就是类似于让别人预定这种行为 但是我自己拍完之后 感觉非常不喜欢 然后而且感觉就是 如果你想临时取消的话 实际上因为对方是付了成本的 然后也是说好要买端版权的 所以也很难临时取消这种事情 所以之后应该都不会有这种 这种就是跟厂商合作的这种行为 你觉得不舒服的点在哪儿 首先就是你拍完片子之后 你没有办法参与到片子的剪辑 也就是说你在怎么 比如说你非常想保留的一个镜头 或者是很想删除的一个镜头 他们都不会很去考虑你的意见 然后也就是说 他们就会把你当作一个资本链条上的原始材料 其实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就好像实际上 如果你去找一份工作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恰好很幸运 碰到一个很好的老板的话 你甚至都有机会去跟他 谈论你自己的工作内容 对吧 可以去协调的 但是这种的话就好像是你去碰到一个 也就好像你去应聘 但是你碰到什么样的老板完全是随机的 然后尤其是你碰到不好的那种老板的话 你会 没伤害 对真的会造成很大的心理意义 对我就感觉 因为我之前也说 我还是想保留我自己的sex appetite 我希望自己能够享受到里面 就是能够从中得到享受 如果我感觉 如果我持续地跟厂商拍的话 真的会很影响我的精神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是 而且我觉得厂商它有那种 好像越拍就越重口的这种趋势 对没错 它会很快地想把一个模特的剩余价值榨干 然后像很多模特可能三个月就会拍到 非常非常重口的裙调片子 然后像这种片子的话 实际上 首先对模特的生理上 它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嘛 然后心理上的话 就有没有影响 就要看模特自己本人的感受了 但是很多时候实际上它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因为首先给你寻找这些人的话 你是没得选的 然后包括时间上你也是没得选的 甚至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个模特因为签完这个合同之后 他甚至都没有办法拒绝 或者是他拍到一半 然后他很累 或者是就觉得下面很痛 他想停止 然后但是导演的话 那边也不会让他去停止 像这种 所以其实就好像你上班 然后你上请假 然后但是老板会让你随便 一下请很长时间的假这种 所以我感觉既然都在这个行业了 能自己做就自己做好了 对 是这么想的 你也提到说你拍的男伴都是 不要钱的话 因为都是女朋友是吧 对 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 他们首先就觉得很有趣 然后他们觉得 首先我们 因为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也有聊过说 这个东西在中国不合法 然后他们说 哇 然后在这里的话 虽然很让人惊讶 但是是绝对合法的 在这种东西 但是他们甚至有些人觉得 OK我这个视频可以 可以考虑露脸啊之类的 但是也是因为考虑到了 他们就住在欧洲嘛 然后他们本身自己 家人也在欧洲 所以我们到最后 也没有给任何一个模特 去露脸的这种行为 然后他们实际上 大部分人可能还是觉得很有趣 然后我可能会觉得 有一点幸运吧 就是会碰到这样一个机会 我听到还觉得蛮 你还蛮会照顾人的 就是你还不让人家 对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我自己在这个 Industry的话 我有看到很多 很多时候 他会有一些 刻板思维去看待你 然后如果说是 我想我自己都已经在这里了 然后他们有正常工作 然后就没有必要 把他们也拽到这里面 就是说如果你是 而且关键是 他们也不是那种 他们不是那种 我去花钱支付 去agency预定的这种 这种模特 就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我跟你签了合同 然后你决定露脸 当然OK 我给你露脸 但是你自己本身 不是从事这个工作 就相当于 你自己也是一个amater 所以你决定不露脸 或者是你决定 不公开自己的身份的话 我这边当然是要 保护你自己的隐私 这样的 真好 所以你现在大陆跟合作的 还是所谓的白男 或者是外国人 是吧 对 你有考虑跟中国人合作吗 这个我当时是有考虑的 然后但是是这样的 就是在选拔的过程中 实际上我最开始 当时我是想 就是各种肤色图找一个 对啊 但是首先说到 亚裔的男生这边的话 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 你长时间做这个的话 因为我实际上不想找一个 你做完之后 一次两次你就跑掉了 你想要找长期的合作伙伴 找长期的合作伙伴 然后但是如果你是中国人 你不是华人 就是华裔 就是海外华裔的话 实际上你回国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有可能 给你带来麻烦的 理论者 然后我就是考虑到 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风险 首先我不想找一个 中国国籍的人 然后对而对于像你说海外华裔的话 首先我就希望你是能够一个 就是能够起码和其他的白人男性 他是同等水平的 就是我不能说为了你的结果公平 我牺牲掉我自己的过程公平 就我不可能为了粉丝的一个 所谓的他们要什么 然后我就要牺牲掉很多 我自己的这边一个东西 你说到的牺牲是指什么 是指就是说我不可能挑一个就是过来 因为首先我必须要很信任这个人 然后其次这个人的话 要开始干活 你知道吗 就是都是要干活的 就是包括剪视频啊 拍照啊 或者所有这一切啊 就是包括有的时候 你要帮忙运营账号这种东西 都是要过来帮忙的 然后因为我们这边也很确认 就是所以说 如果你找到一个真的很信任的人的话 实际上是很难的 然后又很稳定 实际上是很难的 然后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实际上我们有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华裔 但是他中文没有说得很清楚 然后目前有 实际上有拍过一部他的作品 但是我发现大家真的是 那个叫什么 就是口是心非 真的吗 就是他的片子卖得很差 他的片子真的卖得很差 就是大家 大家一般看到白人的话 会骂你嘛 然后看到黑人的话 会疯狂骂你 然后但是实际上 黑人的是卖得最好的 然后大家猝狂呼吁的华裔的男生 是卖得最差的 哦 我觉得这个好有趣 对 就是从数据上来看 大家都是很诚实的 是的 对 然后但是 但是我 我这边还是说 我可能会准备一个 亚裔的男生吧 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是具体要怎么拍摄 以及拍摄成什么样子的话 这个的话 我觉得还是会以我自己为主 我不会纯粹就是因为说 粉丝有这个呼吁 然后我就要牺牲掉自己的feeling 然后我去拍这个东西 而且听上去 你其实还是从一个很专业的角度 在考虑 比如说长期合作呀 然后一些比较剪辑呀 这些方面的因素 在考虑 是的 是的 因为说实话 就是说如果 像 就是男 我说一句很不中心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 非常不是很 比较粗略地去考虑这个问题的话 poring industry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 feminist industry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 男人太多 就不考虑厂商 尤其是amateur这边的话 实际上只有女人才能赚到钱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女性观众 因为我有的时候 也会特意去考虑他们 但实际上那是一种 你不是很 对于赚钱来说 不是一个最佳策略 因为实际上大部分消费者 还是男性 然后所以说 只有女生在这个行业里面 才最好赚钱 如果是男生 你想赚到钱的话 你需要有格外的技巧 或者就是你要非常非常出色 比同等的女生 你要出色很多倍 你才能在这个行业赚到钱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行业现象 所以说就是也是因为男生太多了 所以说也是有 对于像 如果说我作为一个雇主的话 实际上我是有很多挑选的机会 而且我自己本身的话 我本身也有一些 虽然是其他种族的男生 但是我已经有一些 本身条件就很好的男生了 所以说如果你让我 为了照顾一个所谓的公平的话 然后去挑一个条件 各方面条件都没有那么好的男生的话 实际上这对我来说 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 是 对 因为毕竟到时候 因为我也说 我要尽可能保证自己的飞运嘛 然后如果这个 我挑不到一个 我自己也很喜欢的男生 然后或者各方面也很优秀的男生 然后我就只是为了拍一个视频 我去上了他的话 这样其实我自己感觉也不会很开心 也不会很享受 真的 而且我还是会想到 刚才你说那个数据很诚实 我就觉得 其实大家说 你就一直在要求你跟亚裔亚男 配配配 但是其实最到头来 并不是你在想要 而更多的就是一种心里面不平衡 对 心里面不平衡 大家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吧 因为实际上 我自己本身刚开始拍的时候 我没有怎么注重这个 种族问题 这是 在我后面收到了很多恶评之后 我才发现 让大家这么care这个种族的问题 而且像我之前的话 实际上我大部分的前男友 实际上是华人 也并不是说是像白人这个样子 然后大家只是说 而且最可恶的一点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去检查的话 你会发现 当他们看到 那个男演员是华裔的时候 他们会judge那个男演员 他们会说 你 会有两种 一种就是说 我好像你啊 哪搞的这个女孩 我也想搞几个 首先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不尊重 女性的行为 就是如果你是抱着 这样的心态的话 来看我的片子 并且对我有所要求的话 我本身就不是很想回应你的要求 然后要么就是你来炸主我的演员 你说 你这个 你的生殖器 好小啊 甚至还有人说 这跟我也没有什么差别嘛 就说我就不行 但你这样纯粹就是酸了呀 对嘛 你这样纯粹就是酸了呀 所以说 我就感觉像 如果你是抱着 以这种 看热闹不嫌失大的心态 来对我有所要求的话 那你这个要求 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要求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对你进行回应 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种 又回到说 需要很强的心 心态要很强 然后才能够去 去面对这些各种各样的 对 因为我感觉 真的就是 你不能 就我感觉 真的是不能 被别人 所牵着彼此走 所以千万不要模仿 我不带套的行为 就是因为我不带套的话 我事先是有很大的 就是检查了很多东西 然后也是比较固定的性伴侣 而且再加上说 是我自己本身 他可能多多少少 我去承担一些风险 但是你不要看到 我不带套的话 然后你就 在现实生活中 也不带套 这个样子是非常不健康 不安全 以及对你自己 是承担了很多 不必要风险的一个行为 然后我不带套的话呢 是因为说 首先关于他的疾病问题 卫生问题 就是因为我主要和 两类人拍视频 一类的话就是我自己的朋友 然后也是跟我一起合作的 队友嘛 伙伴 然后另一类的话就是 在Pornhub上面合作的博主 就是可能会偶尔会有一次 像联姻一样的这种行为 对 我们做电台的也经常有 串台的行为 没错 就是这种 然后像这种 后者的话呢 我们串台的时候 都会带非常新的体检报告 而且毕竟我们的就是 channel放在那里 跑得让和尚跑不了秒 就如果你真的会有什么 包括不是什么 那种非常严重的病 你有什么comedia 但是你隐瞒了的话 你之后的话 相当于在这个行业的话 都会留下恶名 对 所以说没有人会去做 这个这种这种事情 然后其次的话 对于前者 对我自己的partner这种的话 首先他是 我们也是定期有STD检查 然后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我的partner的话 他们是没有额外的性伴侣的 就是实际上我的视频里面 有那么一个视频 或者是几个视频 里面的男主角戴了套 实际上他的话 是因为他有一个 或者是性伴侣 或者是女朋友这种 这种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说他就 他也是比较谨慎安全 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是 就是比较谨慎安全 然后我们就 使用就是有套的这个性行为 然后去来做 而且他的那个体检报告 就比较久 所以就也不是非常的 确定就没有嘛 所以就是为了不担这个风险 我们就带上这个套 然后对 然后关于避孕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我自己的 尤其是长期男性的 这些伴侣呢 除了就是当时有女朋友的那个 然后他 而且他也带套了嘛 然后其他的人的话呢 主要是 他大部分人 他自己本身是 不会让女生怀孕的 就解决了 对对 他是会有做这样一些行为的 措施 对就是如果你 没有这样一些措施 然后你还creme pie的话 那纯束就是担风险 对然后对 这种的话的话 如果是非常偶尔的话 可能会用事后避孕药这种 然后长期的话 这种肯定就划不来嘛 对啊 因为其实事后的那种 病药就蛮伤身体的 对感觉就你也不能天天 对啊 天天吃啊这种 然后所以说像 他们的话本身就是有一种 他们本身不会让女生怀孕 然后其次的话 因为结扎它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嘛 然后我们大部分实际上都是体外射精 然后所以就相当于是体外射精 因为因为实际上它会它会降低你怀孕的概率 但是它不能完全保险嘛 因为有时候前列射业里面也会有 但是因为就相当于是它怎么样都会有风险 就是即使病药它也是99%的安全性 它还有1%的可能性你也会怀孕 所以说我们只是说再尽可能的降低这个 然后它结扎加上体外射精这种 你刚才提到跟其他博主合作 你能讲一下这个过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吗 就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内容创作者 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们相当于是同行 我一点都不觉得性工作跟我们这个工作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就很好奇一些很具体的那种 首先我们就是一般认识的话都是在Pornhub上面认识 然后合作的话就是看你们的风格呀什么的 其实合作整体上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再怎么样差不多都是互利双赢嘛 然后像这种合作的话我们就不会给对方付钱 因为付钱的话相当于是买版权嘛 就所以双方都会保留版权 然后双方就是自己跟自己发这样 但是就是说大家自己双方一起在卖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共同协商定价呀的过程 然后这种的话实际上是我是比较倾向的 因为这种包括你后期的时候你觉得这一段你不想放 你实际上大家都可以商量把它减掉 然后你的整体自主度也会比那种和厂商合作要好很多 当然你跟别人合作你肯定会降低一点自己的自由度嘛 但是就是你有 对对对所有都是这个样子你会有一个取舍的问题 然后合作的话实际上很好就是你可以可以增添你的受众面 就是你可以给对方 你们互相可以给对方带来他们自己本身的粉丝 就比如说可能很多人在我之前的话不会关注这个博主 然后但是因为跟我我跟他合作过一次之后 他们发现就是说啊这个博主实际上也满对我的胃口的 他们就也会同时关注他们 就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对于粉丝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些他们之前没有发现的新大陆这个样子 然后所以你们一般就是你先看这个人口味 你会主动去跟要求跟人合作吗 还是现在更多都会都会有都会有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就很有趣是粉丝牵线 就是粉丝跑到我的微博去了 跑到我的推特下面去at别的博主 就是说想看你们两个合作 然后那边就是也发过来一个邀请说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然后我们这边就谈上了合作 或者说是像之前在PornHub上面的话 也会有一些 你可能会受到别人的邀请 或者是你也会给别人发一些邀请 就包括像我自己浏览看Porn的时候 我看到一些就是我很喜欢的小姐姐 然后也会去也会就很想合作啊 就是实际上Porn给了我一个机会 就是让我有机会能够和我自己感觉很喜欢的 就是这种和我自己的性幻想困叫这种 对这感觉还是 所以你喜欢什么样的Porn 实际上对我自己来说我的话 我感觉实际上我自己Porn的口味实际上蛮奇怪的 就并不是可能大家都很喜欢那种 就是我很 就好像我之前说我自己最喜欢是我在浴室的那个免费视频 但是那个免费视频感觉大家好像并不是很喜欢 然后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亚裔的女孩子 对对对我自己喜欢看这种 就日系的吗还是说就是Porn上亚裔的 对我不太喜欢 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日系 因为日系的话就是包括我跟其他的performer聊天的时候 也有提到过就是他们和日系的女生去合作的话 因为日系他们自己的Porn Industry和欧美系的话 他们实际上有点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 对就算在欧美的性行业中工作的日本女生的话 他们实际上可能是比如说American Japanese 或者是对就是这种不太一样和整个风格都不一样 然后但是很多我受到最大的反馈就是日系的话 很多很多人会觉得他比较假 就是女生可能会一定要保持很被动 就很少你看到女生很主动那种 对女生都很被动 然后而且就是当然这也是一种性文化嘛 对然后也是就是大家是不同的口味嘛 我有的时候也会看Japanese那种Porn 但是整体上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我自己主动一点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喜欢看我喜欢看女生主动一点 然后很多女生的那种 就很就女女 对对对对对对或者是比如说两个女生一个男生 然后两个女生比较主动一点这种 我感觉你整个的性格也是那种比较 生活中我感觉就是你既有很温柔的一面 然后有时候很害羞 但是我还蛮害羞的 又有那种很坚毅的部分 这是我真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表扬谢谢 我听起来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共性 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就是你其实现在是我们都是互联网红利 说白了对没错 让很多的自由职业者然后让很多有想法的人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内容 然后你的内容更多的是你的作品你的片子 然后我们做可能写东西做做播客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其实听下来就是一个很很自然的这样一个不同的行业选择 然后又又是我们都都没有去选择朝九晚五 就你没有去选择厂商 然后我没有去上班 是的是的没错 就就就很多的 是对 因为我就真的很想就是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 有很多人跑过来跟我说说你怎么能就你这样做是在鼓吹开放性产业 性产业很黑暗的你怎么能开放性产业呢 但实际上问题就是你能告诉我哪个产业是不黑暗的吗 就没有你找不到的 对啊你想996公然违反劳动法的一个事情到现在根本得不到解决 我甚至很多朋友他们上班上的很抑郁 其实我也感觉很很心痛的一件事情 但是没有办法就整个行业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就是说你每个行业只要他有资本在这边运作 他就会变得很黑暗 就是黑暗的东西都不是那些东西本身像游戏行业啊 程序员啊包括像我的很多朋友很担心35岁之后会被开除 然后包括新产业 他只是说因为他的资本的介入 所以他的这个主力的行为会造成他很黑暗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跑去的话 他本身实际上所有行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都是你在用身体的某一部分去做某一些特定的行为 然后去交换你的金钱 然后去维持你的生活这个样子 我感觉整个对我来说 其实都是交换时间 就是你花一定的时间 没错就是交换时间 就是所有的钱到最后都是换时间 换时间 没错 但是我又很怕大家来杠我 所以我再跟大家澄清一下 不要来特意取杰我的意思 我没有想任何上纲上线的意思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会很喜欢你 然后也会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首先你前面提到的你对于身体 非常的OK 这本身来对女生来说 就是原来我还可以这样想 是的 然后也包括你的整个的态度 我觉得是对于女生 你有什么话想的 比如说关注你的女生 我其实还是有蛮多想法 因为我很多 就包括我之前会有一些采访 会问我什么淋雨肉 或者说你觉得上床要不要 就是因为爱情 但是我个人对于这个想法 就是说纯粹看你个人 你想你想是什么样的 就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觉得哪样是让你最享受 最快乐的 你就去那么做 但是我希望大家在做的时候 不要一定是要自己真正是那么想的 而不是说被一些媒体舆论啊 洗脑了 就比如说我今天说 我是这个样子的 我可以把它分开 然后明天你觉得哇这样好好 然后你就也去那样做了 我希望你这样做的时候 真的是你自己从内心里觉得 这样是你想要的 你得到的是你想要的东西 就包括甚至我看到很多男生 就包括他会他会骗炮 或者是会用啪这种方式 去去挑动女生 然后一旦上了床之后 很多女生他会觉得就是 因为我自己的话 我也不是说完全分开 我是说我肯定还是会跟喜欢的人做 对啊 然后肯定那样的话才是最喜欢的嘛 然后但很多很多女生 他会觉得我跟他上床了 然后我分手之后可能就没有人要我了 然后所以我不能跟他分手 即使这个人很渣 即使这个人在精神虐待我 甚至在物理上虐待我 然后都不能分手 但是甚至说很多人会说 说你结了婚了 然后有了孩子了 再离婚就掉价了 我真的想跟大家说 就是你掉不掉价 这个完全都是你自己本身所决定的 就是说你如果你觉得这样 这种行为是掉价的 那么你自然会想 你需求的那种男性 也是觉得这样的行为会掉价的 如果你自己本身觉得这样 这样的行为只是你的个人选择 是不掉价的 这只是你自己的人生经验 就其他人管不到的话 你自己真的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你反而不会真正的喜欢上那些 会觉得这种行为是掉价的男生 所以这种行为本身 也就相当于是帮你筛选掉的这种男生 他对你来说是没有损害的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想好 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千万不要因为说是男生觉得 你的胸部应该大一点 你的屁股应该肉一点 你的腿应该细一点长一点 你的肚子小一点 然后你就也这么觉得 一定是你自己觉得那样是好的 然后你是喜欢的 你就去那么做 甚至说说是如果你遇到 骗你的男生的话 你就及时分手就好了 其实你跟他上过床 那又怎么样 就当积累经验了 对吧 就不要因为这个 就把自己一辈子都搭上去 对吧 我是这样感觉的 因为我之前也碰到一些朋友的话 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我就感觉 其实蛮心痛的 对对对 而且我其实很喜欢你这个回答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 你既然自己是一个 蛮开放的 蛮先锋的一个女孩 你可能就会觉得 大家都来做这个事情吧 或者是为什么要 但我很喜欢你 你一直在强调说 那你要去按照你自己的喜好 因为我自己 我们做电台也是经常 可能讲到一些 我们的比较好玩的经历 但是无形中 可能会给人一种压力 就是那我如果不去搞开放关系 或者我如果不去约炮 是不是就显得我不酷了 或者是我设置 是不是就就怎么样 很多人又反过来 有这种压力 对对对 然后我也不断地会给 是的 我的关注者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适合一对一的关系 你适合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关系里面 很很做一些 就很很轻的一些 是的 完全是OK的 对对对 追逐某一种 没错 你不需要为了 让别人觉得自己很酷 去特意把你的自己关系开放来 就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 你非常喜欢专注 亲密关系 然后你只想跟自己喜欢的人上床 那实际上 你为了追求所谓说 别人觉得你很酷 然后你去搞开放关系 去跟不同的人上床这种行为 就相当于是你在被你自己的 这种潜意识强奸 对吧 所以就实际上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 被社会的某一些舆论所强奸 对对对 是的 我发现你真的活得好通透 很清晰 谢谢 那说到说到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给女生说的一些话 那有没有一些给男生 尤其是因为你的粉丝应该大部分都是男生嘛 然后我们如果从更加生活方面的一些建议 因为我你前面也提到了很多人通过你的片当成是教学片 然后拿去生活中去类比之类的 或者是其他的话 你有没有想对男粉们说的 我首先最想说的就是就是你的片子和现实生活肯定是有差别的 然后包括我看到很多粉丝会问我说 怎么样才能找到像你这样的女朋友 或者怎么样才能才能让自己的女朋友变成像你一样 我想说的是就是对于后者 就是我觉得如果对方是接受的情况下 那他本是他自己本身改变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你去刻意的改变他 或者是你也想通过营造一个像我一样的状态 然后甚至去刻意的去拍摄这种视频 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而且是很不尊重女生的行为 就是说你只有在尊重女生的情况下 女生才能尊重你 就很多人会 听到这个问题好气哦 就是说我怎么样可能让我的女朋友像你一样 就是你有把你女朋友当成一个 对啊当成一个人吗 而当成一个你爱他 就是他是他是一个独特的人 他不是刘月 他不是对啊 谁 然后他就是一个 我其实其实个人我是不太 我是不喜欢这种问题的 然后但是我只能说是从尽量好的方面考虑 他可能是想表示说是他很喜欢我这种 我只能从尽量好的方面考虑嘛 然后我只是想对他们说像比如说是很多人看到像我之前合作的一个博主 他实际上他他的视频里面经常会是有很多女生 他是以那种群交为主的片子 然后拍的都很美 然后女生有很多 对然后很多人都会很羡慕 然后甚至会很嫉妒 然后所以会给他发很多很很刻薄的话之类的 然后包括很多人会很多人也会问我说怎么找到就是很多像开放的女生啊可以一起享受性啊这种 其实我想说就是就好像是他这样 他实际上是生活中非常非常平凡的一个人 叫你们真的不要觉得说你一定要身怀异禀 特别特别有钱 女生才会刀贴上来 就是说你首先你尊重女生 然后你让女生感到舒服了 然后并且呢你本身是开放的 然后你去尽可能多认识这些开放的女生 那么你本身就是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就是你多去尝试 然后又保持说尊重女生的同时 那么就会有一些开放的女生呢 然后感觉到被尊重也就被你吸引 对也就是说你是会有这个机会的 而不是说一味的就是酸人家 酸人家不会让你有这个机会 或者是想着怎么去改变我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改变我比别人 首先在自己身上下功课 对在自己身上下功课这个样子 是的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吧 就是如果你要想对也考虑入行的女生 或者是过去一年前的自己 说一些建议或者小tips 你会有什么样的 如果是一年前的自己的话 我会建议自己一年前就入行 不要等那么久 然后可能我要建议自己 就是说在跟别人合作 厂商合作的时候 真的要考虑清楚 要不要就是跟这种厂商合作 因为我自己发现自己是不太喜欢这种风格的 然后对于想入行的话 想入行的女生 我就是想说就是你一定要保持自己的风格 然后不要是去就是不停的去模仿 或者是尽可能的往厂商那边靠拢 就你在发展之前要想好自己想要做什么 然后就是合作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合作的话真的是互利共赢 就是双方啊 博主本身啊 还有粉丝啊 包括你们合作的话会会交换很多tips 粉丝群体以及你们自己赚钱的一些小方法 然后同时你们还能保佑版权 就是这个样子 我感觉合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但是对于某些比如说想很快很快boost的女生 或者说她本身 你这个女孩子你本身的兴趣就比较大 然后或者你的身体就就坦白说比较耐操 对然后你本身就很很想享受刺激的话 你通过厂商出道也许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就是说你比较空闲 你不像我因为因为我的话实际上属于兼职 如果你想全职然后又很快做的话 你去选择厂商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 他们可能自己经营账号 你要经营个很长很长时间 你都赚不回这个钱 但是如果你一直把它保留 保成一个兼职啊 或者是你慢慢做 然后你也不在乎那点钱的话 就它不是你的生活来源的话 是无所谓的 但是如果你想把这个东西当作你的生活来源的话 然后又想得到一个很快的boost 其实厂商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就是看你想要什么 就一定要做好这个 对 我觉得我如果还想要补充的话 我就觉得因为你刚才更多的是从一个职业生涯的发展来聊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关怀自己 没错没错 然后包括你因为提到不管是厂商还是你做amateur 其实都还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的 是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也跟所有的工作一样 就是你很容易就压力山大 是的没错 然后很容易就暴饮暴食 然后也不好运动 所以我觉得在这也提醒所有的 不管是什么行业的 对没错 就是心理健康很重要 心理健康很重要 然后包括你有很强的知识系统 因为我听你聊到你的伴侣也好 你的朋友也好 其实都是在你工作之外 你可以去支持的人 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补充的话 就是不管是入哪一行 就是要找到很强的支持 没错没错 有依靠不要一个人去扛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是是是真的 我真的就是有关于心理健康这个话题 你可以补充一下 对真的是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现在如果大家真的去很关注你的心理健康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弄 很经常人就变得很抑郁啊 很低落这种 然后也就是说 你无论从事什么工作 你一定要想好 就是说你从事这个工作 首先一个是兴趣 然后其次是为了活着 就是你从事工作赚钱 实际上是为了活着 但是这个工作都已经让你抑郁到你不想活了 那你实际上因为这个工作而烦恼 然后让你很抑郁 这个行为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一定要真爱生命 对反正也是也是对于入行的女生 像入行的女生也是有一句劝告 就是说一定要想好 就是因为这行确实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而且我见到的 其实实际上包括和我差不多同时间入行的 很多人会因为心理压力的事情或者就退掉了 然后所以说你去具体怎么选择你的职业道路 以及你要不要入行 以及你具体的一个风险规划 因为包括这些东西在有些国家是不合法的 对吧 然后所以说 这都是你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行业到底 它具体是不是真的像你想象的那样 实际上是不一定 当然这也适应于所有的行业 对啊 就好像我好多朋友他想去当那个 去游戏行业开发游戏 结果去开发了之后发现就是苦力 然后很生气 然后很想退行这种 实际上对就是 怎么说 但是可能这个行业的话 就是你可能尝试的机会 然后尝试完再退掉的话 可能成本就会比较大 所以说是你可能 对可能要多考虑 对要多考虑一下 要多考虑一下 包括如果在国内 或者在其他比较保守一点的文化里面 你可能今后择偶的成本 是的 会更大一点 对对对 但对于对于你来说 或者就比如说 我做表将这些节目来说 我觉得我们其实刚刚也有聊到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筛选 筛选机制 他把他把那些可能 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有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当时我有一个男朋友 当时也是一个中国男朋友 然后他实际上是 他的人很保守 但是在我们刚刚认识对方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自己实际上不合适 双方是不合适的 然后但是当我们在一起已经产生感情了之后 发现不合适的话 又很难分开 实际上是一个很消耗精力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是 这也是一个筛选机制 就从一开始 大家就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样的话 他可能不适合我的那些人 从一开始就不会 就是跟我进入到这样一个关系当中 对我觉得这也解答了 就是很多人会有那种不知道哪来的担忧 说从事了这样的人就嫁不出去啊 或者是就找不到人 我觉得刚好是相反的 相反的 大家反而嫁完了之后 就就是大家都知根知底嘛 不存在那种婚后生活不愉快 然后发现婚内偷情出轨 实际上你想一下嘛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但这句话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就是说对很久以前 对中国女孩就是国际上一直有一个描述 就是说是就很奇怪 就你可以就是嫁了一个人之后 发现不合适离婚 但是你不能睡了一个人之后 发现不合适分手 就是很久很久之前的 好像是 对很久之前 但是现在肯定已经不适当了嘛 所以现在我感觉 对于大家对我的择偶的担心 就是说我觉得我在此之前 我就发现这段感情是不合适的 然后总比我开始之后 这段感情开始之后 发现不合适的分手要好的很多 对对对 虽然我觉得可能会筛掉 就数量会少 但是那个是少的数量里面 可能更合适的 对本身就是我不想要的那些 对少的数量 好吧 那我也祝你 那责偶 谢谢 好 我们今天聊了好多 但是有点意犹为尽 但我们就先在这里结束 然后也祝刘月今后那个片子大卖 然后有更多的合作的机会 然后又更成为真正的国际巨星 希望如此